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为什么要投资股神巴菲特强烈推荐的S&P500指数 巴菲特曾经在2014年给股东们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遗嘱里对我的信托基金的建议再简单不过了 放10%的现金在政府债券里 其他90%在低管理费的S&P500指数基金里 S&P500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为什么被无数投资者尊称为股神的巴佬爷子这么推崇这个指数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以下两点 什么是S&P500?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投资S&P500? 什么是S&P500呢? 它的全称是Standard and Poor's 500 Index 它是跟踪和衡量美国股票市场上500家最大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一个指数 从1957年创立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 中文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简称标普500 以下为了说起来方便,我就都叫它标普500了 标普500可能是全球最被人关注的股票指数之一了 它包含的500家美国上市公司里面最大的10家目前是Apple,Microsoft,Amazon,Facebook,Alphabet,Class A和Class C 其实就是Google,Tesla,Berkshire Hathaway就是巴菲特的公司,JP Morgan,Johnson & Johnson 几乎全都是大名鼎鼎的世界级巨无霸公司 关于这个指数有两点值得说一下,可能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 第一点是标普500指数是一个capitalization weighted index 啥意思呢?就是各个股票对整个指数的影响是根据它们的市值权重决定的 并不是每个股票占指数的1%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最大的10个股票就占了整个指数的27.5%的权重 另外的490家加起来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权重上也就只占了72.5% 所以假设你投资了100块在标普500指数里 你的钱其实被切成了很多很多的小份 分别投在了美国的这500家大公司里 你也就成为了美国500强企业的股东 其中的27.5%投在了以苹果为首的最大的10家公司里 另外的72.5%投在了其他的490家公司 第二点是标普500指数里的500家公司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更新换血 因为永远有公司业绩不景气,所以股票市值跌出了500强 比如最近的一次更新,被淘汰的公司就有Xerox,施乐等等4家公司 同时也有另外4家公司变大变强,而入围挤进了500强 所以标普500指数是一个具有自我换血系统的指数 永远保持着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因为一家公司如果做大了,它的市值自然会上升,挤进500强 反过来也一样,原本500强里的某个公司如果衰败了 它的市值会下降,退出500强 所以如果你投资了标普500,由于它的自动换血功能 你根本不用担心某些个别公司的成败兴衰 因为你永远会投资在几乎可以代表整个美国最强经济的500家上市公司 了解了什么是标普500,你可能要问 那标普500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啥一定要投资它呢? 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美国市场是我们投资人不可忽视的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 而且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当今科技最发达和最有创造力的国家 想一想那些渗透全球的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它们背后的公司几乎都是世界级的赚钱机器 标普500指数的长期历史复合年化回报达到了9.8% 也就是说你投资这个指数的话,长期来说差不多每7年你的投资会翻倍 只要你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发展有信心 我认为能够代表整个美国经济的标普500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甚至可以说是不容错过,非投不可 第二,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要破除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就是本国偏好,home country bias 我在之前的一个介绍ETF的视频里说过 大部分投资者都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本地偏好或者本国偏好 也就是说他们只会或者只敢投资自己身边熟悉的东西 比如大部分中国人只买中国的股票 大部分美国人只买美国的房子等等 自己刚开始投资的时候也不例外,只懂得买澳洲的股票 但问题是澳洲虽然也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 但整个国家的股市总市值只占全球资本的2% 如果我只投资澳洲市场而忽略全球其他市场 就相当于只拥抱了一棵树,却放弃了整片森林 所以从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说 我必须要把钱也投到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那当然首选就是能代表美国经济的标普500 第三,标普500能让你超越大部分的投资者 什么意思呢?在视频开头我引用巴菲特的那句话其实没有说完 后面还有一句,巴菲特认为标普500的长期表现会打败大部分投资者 包括专业投资机构 巴洛爷子曾经在2008年跟华尔街打过一个很有趣的赌 赌注是100万美金 就是他打赌职业基金经理人在一个10年的长期周期里 业绩无法超过标普500指数 也就是连股市大盘都跑不赢 有好几家基金不服气接受了他的赌注 结果10年到期以后,标普500大获全胜 既然那些专业基金经理长期都跑不赢大盘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做呢? 我想聪明的小伙伴们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你自己成为大盘 也就是像标普500那样的宽基指数 很多研究证明,你只要简单长期投资大盘 就可以稳稳的战胜绝大部分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 包括大部分职业基金经理 以上就是为什么我要投资标普500的理由 第一,美国经济傲视全球,而标普500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投资者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走出国门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放眼世界的投资者 第三,标普500简单而又有效,自带换血功能 长期持有你基本上会超越大部分其他的投资者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说一下具体怎样投资标普500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用,请点赞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